欢迎大家收看社区教室数学片 我是Timothy,Snapmas的创办人 欢迎大家收看FEDU Math Core 数学必修科的课程 这一课我们会谈到Inequalities的其中一个例子 Inequalities的同学都会觉得非常简单,不是太难的课题 但其实很多时候在MC出到,如果出到这类型的题目,都会有很多人会中伏 我们来看看,首先题目就会给你2x-3除2x大1,让你解决了一个答案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快快就写2x-3,把x调到右手边,就会大X 减回来,就会x大3,就会很快圈了A的答案 但若然这样做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中了服错了 为什么呢?通常我们在做Inequalities的学习的东西并不多,只有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说,当我们转离开这个大过与小过符号左右调转的时候呢 若然你是有负数的话,我们就要将大过与小过符号呢,互换了 这是唯一你要懂的东西 但是去到这个情况下,当我们调过x由左手边的坟墓这个位置 去到右手边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略了,其实x的正负数呢,我们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情况,我们是要做FundCase了 FundCase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在Inequalities里面 我会用这个例子去讲一讲 第一个Case,如果我们x是一个正数的话 x是正数,其实和这个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分别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将一个x是正数 由左手边的坟墓调到右手边,所以我们依然会是2x-3大过x 这个大过符号并没有调转到的 所以我们最后也计算到x大过3,这里没问题了 去到另一个Case,当然是x小过0,即x是负数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刚才我说过了,你唯一要知道的就是 当我们调负数的时候 我们就要左右这两个的大过小过符号互换了 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就会2x-3 大过x就会变成小过x,因为我们的x是一个负数来的 所以你会做到的就是x今次是小过3 好了,我们先看看有关这个大过小过的两个情况下 我们现在有两个负数的负数 即是代表我们在x大过0,左手边这个负数 在x大过0的情况下,我们要x也要大过3 所以在0的情况下,和3我们要x大过0 也要x大过3 所以我们最后会选的是这个 所以x大过0和x大过3之间的关系是n 所以我们就要3,不要0这边 而右手边同样情况,我们x小过0的情况下 n的x大过3又会有什么出现呢? 我们同样都是这样画的 就会有个0,有个3 我们会说,x要小过0 而且x要小过3,大家应该都很容易明白 那我们当然就要0 因为我举个例子,我们要2这个数字 它虽然小过3,但它小过0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全部都不要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要哪两个的range呢? 就是x大过3和x小过0 而在这两个分析的情况下,我们是用or的 所以我们的真正答案是b才对 好了,这个题目好像用了很多时间 但当同学明白到,一见到in qualities的题目 我们要注意的是fun case 一注意到要fun case的情况下,我们一做就会很容易完成得到 但比较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 什么时候用or,什么时候用and呢? 那我再花多时间和大家解释一下 当我们分析的时候,为什么会用or呢? 因为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会说 x要是大过0,要是小过0 是两个情况来的嘛 两个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用or 因为它们不会同时发生的 但是在这个x大过0底下,我们计算到的这个答案x大过3 我们的概念是这样的 是代表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x大过0的情况下 我们也要达至这个in equality 这个不等式的结果,即是打升的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达到这个,我们就要用and 它们两个情况是要同时发生的 右手边的情况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说,当and的情况 我们会有大过3的这一块 and的情况会有小过0的这一块 而在最后把两个东西握在一起的时候 即是画的话,我们就会选择答问题是boy 如果大家有任何对这一堂的问题 或者对其他topic,其他科的疑问 都欢迎你将你的问题用snap mask拍下它 我们app的导师就会立即解答你的问题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